陪你聊電影週末不無聊 我是裴茲 就在奧斯卡公布入文名單之後 好電影在台灣現在陸陸續續都看得到了 在最佳影片的部分 像是凱莉莫里根的華洋女子先打了頭陣 緊接著由華裔導演趙婷 指導跟撰寫劇本的游牧人生 現正熱映中 電影描述哪些議題呢 我們先來看預告片 電影說的是內華達州郊區的這個小鎮 隨著企業倒閉裁員 經濟崩垮 女主角芬恩開始收拾行囊 開著她的露營車 決定踏出傳統社會的框架 探索她現代游牧人生旅程 好這個電影是改編記錄 露營車打工族的報導文學 目前已經拿下了 去年威尼斯影展的最佳影片 還入圍了奧斯卡好幾項大獎 當中的女主角 法蘭西斯·麥朵曼 已經拿過了兩次奧斯卡最佳女主角了 為了演出這次這個角色 還親自體會游牧人生 以車為家 哪裡有工作哪裡去 其實在這段路上面 她遇到了很多跟她有相同機遇的人 電影當中很多角色 其實也都找來真人主演 像是離哀才踏上未盡之路的 或者是在營地跟芬恩一起打工的人 都是遊牧人生這本書原本的採訪對象 我們從預告片上面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電影雖然說溫溫的沒有太多的激情 但是餘運卻很強 不過要說到最近最受關注的電影 恐怕是《格吉拉大戰金剛》了吧 原本各自住在康羅島跟深海的兩隻巨獸 因為一場意外大打出手 好光看這個聲光特效就夠熱血了吧 好光看這個聲光特效就夠熱血了吧 一直住在庫羅島的金剛啊 被一群君主計劃的科學家研究監控 不過長大了他 越來越無法忍受被隔離的生活 同時原本拯救地球的《格吉拉》 突然出現了不尋常的舉動 開始大肆攻擊行為相當脫序 當兩邊打起來的時候 人類都顯得非常渺小又無助 其實這次的故事跟之前的電影 沒有太多的連結 等於說是可以完全獨立觀賞的 電影當中選用超強的卡斯 除了有飾演金剛跟《格吉拉》系列電影當中 原有角色跟新的角色 還多了怪獸也有人性的這個層面 至於當中的小亮點 就是首度進軍好萊塢的 日本男星小力巡 被問到說到底是挺金剛還是挺哥吉拉 小力巡說真的蠻難選的 但身為日本人一定要挺哥吉拉 好有很多聊電影的粉絲就說 早在上映第一天就衝電影院看了 可千萬別爆雷了 好至於下一部 則是我個人非常非常期待的電影 就是強尼代普的新作品 警匪電影誰殺了大個子 改編自真實懸案 美國東西案兩大嘻哈教主慘死街頭 強尼代普飾演的警察 和弗瑞斯特懷特克飾演的記者合作調查 結果揭發撼動了洛杉磯警察體系的驚人真相 強尼代普在電影當中飾演真實人物 前洛杉磯警局探員羅素波爾 幾乎是素顏演出完美的呈現 讓波爾的兒子直呼 強哥跟爸爸的相似度也太高了吧 好當時波爾就相信 警察部門跟兩個嘻哈歌手 其實呢 他的謀殺案應該是有密切的相關 到死都在不斷地追求真相 其實強尼代普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最多人知道的應該就屬於 神鬼奇航系列跟剪刀手愛德華等等 不過有點可惜的是 他最近深陷假暴醜聞 差一點就讓這部電影無法上映 不過強哥的粉絲 現在是終於有機會看到了 好啊 剛剛介紹這麼多西洋電影 別忘了還有國片時間了 這次邱澤徐偉寧主演的 台式浪漫愛情電影 《當男人戀愛時》即將上映 先看預告片 你怎麼來請你 請你上次再來 這次又是怎樣 我的廟室那邊寶貝 我一小子 那個阿嬤的寶貝 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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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出來 一次一格圖滿免歡 其實我會想辦法還你 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 我愛你咧 劇情改編在2014年 韓國賣座電影不標準情人 當靠討在衛生的流氓 竟被欠債的對方深深吸引 當兩個人越走越近的時候 事情真的有這麼順利嗎 好這是由紅衣小女孩系列 億萬導演陳偉豪監製 搭檔浪子回頭MV導演 殷正豪共同打造的電影 不只是邱澤的造型是亮點 在當中 露露黃露子音也首度參與電影演出 飾演欠債的敗金女 為了還債還下海兼差 甚至有激烈的床戲 也可以說是一大突破 不過光看這個預告片 就可以預知後面 肯定是需要衛生紙的 有笑有淚的劇情 不妨進戲院欣賞 也支持一下國片了 除了以上的電影 還有這兩部 都算是經典中的經典 又在重返大螢幕 日本電影 令人討厭的松子的一生 15週年經典數位版要上映了 還有同為日本電影 大師精明的第四部作品 《盜夢偵探》 探討夢境跟社會的議題 也都要上映了 好 這麼多的電影選擇 你都筆記好了嗎 趕快趁週末假日看場電影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齊 講開更多優質影音 那就一動手指 訂閱華式 或是下載華式App 一起 華式式 選華式